10月17号是香港铜锣湾书店事件发生两周年之日 2015年的10月17号 这家书店的这个股东桂敏海 他在泰国遭到中国当局秘密绑架 之后数月间 书店的几位经营者也陆续遭中共拘押 并被公开认罪 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目前已经失踪两年的桂敏海 生死未捕下落不明 除了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公开呼吁中共释放桂敏海之外 瑞典和英国的国际同行 也在17号为桂敏海举行了声援会 详细情况 现在我们就连线 这个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创会人孟浪先生 孟浪先生你好 你好 请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独立中文作家笔会 为桂敏海向中共当局 发出了哪些呼吁呢 是这样 作家出版人 桂敏海 他是我们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的一个很资深的会员 他也曾经担任过我们笔会理事会的后部理事和翻译和语言权力委员会的协调人 曾经有一段时间 所以他一直是我们笔会重要的一员 那他在两年前失联被中国当局从泰国绑架带回中国一直到现在两年了 那么我们包括我们海内外的会员们 因为他都是很关切很想念 但是我们没有能够从中国方面从中国官方最近的一年多一直没有他的消息 所以在铜锣湾书店事件两周年之际 我们独立中文作家笔会就为我们这位重要的成员 我们的同行 我们的同事 我们的会友 就发出了呼吁 我们要求中国当局把这个铜锣湾书店事件的真相应该公制于社会 而不是用掩盖和遮掩的方式 就是暧昧不明的 就是让这个事情拖下去 因为桂敏海 他已经失去自由两年了 但他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人生的法律的地位 是怎么样一个状况 没有任何消息 这和中国声称依法治国 声称要成为一个文明法治的国家 他的这样的一个作为 在铜锣湾书店事件 在桂敏海这个事情上面 显得是非常的不相称 好的 我们看到瑞典和英国的一些出版界文学界国际同行 也在17号为桂敏海举办了这个声援会 那孟先生请您也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声援会的情况好吗 是这样的 昨天17号在瑞典斯特格尔摩的一个出版社的地址 瑞典的媒体人出版人为桂敏海失踪失联两年 铜锣湾书店事件爆发两周年 举行了一个声援的集会 那么在伦敦中国大使馆前 由自由桂敏海这样一个团体发起了一个声援晚会 这个活动的主要参加者包括了桂敏海的女儿 安吉拉贵她这两年来一直在为她父亲的命运遭遇 就是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或者说要求她父亲从一个被拘押被失踪的状态 里边能够获得自由一直在奔走 所以昨天的活动是她在伦敦主要的出席了 所以这样一个活动也反映了 就是说在世界各地还是有很多的同行在关切着 一个为言论自由受到监禁 受到这样一个被失踪被失联这样的待遇的 这样一位同行这样一位华人作家出版人 大家都很关心 好的 铜锣湾书店事件我们知道在香港社会引起了很大的震撼 它对后来香港民意的发展 以及后来港独势力的这个崛起 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孟先生 因为铜锣湾书店事件 这样一个事件的发生 可以说是1997香港回归中国以来 最严重的一起社会政治事件 尽管它只是由五个书店从业人员的失踪 或者说被拘押 被带进中国这样一个事情发生 但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出版界 媒体界的一个事情 事实上它这件事情主要的是动摇了港人对基本法保证的一国两制 香港持有资本主义自由制度 这样一个制度的基石的一种信念 在香港受到了动摇 所以香港的民众十分关心 包括国际社会也十分关心 事实上铜锣湾书店事件某种意义上 说明了一国两制这样一个政策的失败 好的我们感谢孟浪先生在台北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